警方早前向10名支聯會董事發信 指根據港區國安法第43條實施誓則 要求他們在9月7日或之前提交資料 支聯會今日指 將會在明天下午到警察總部遞交信件 交代拒絕向國安住提交資料的原因 支聯會副主席周恆彤 早前曾經名言拒絕提交資料 又否認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 不過翻查支聯會領導曾過往所作所為 這個組織究竟與外國關係如何 市民自有公論 現時在囚的支聯會主席李卓人 在港區國安法實施翌日即去年7月1日 即以視像方式參與美國國會聽證會 請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 並支持美國制裁香港 雖然當時他並未以支聯會主席身份出席聽證會 但在其與會的個人簡介中 有提到他與支聯會的關係 而當日的聽證會上 還有兩名國安法通緝犯 羅冠聰和梁繼平參與 李卓人也長期與歐美政客保持緊密聯繫 他與美國前國務卿龐佩奧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會面 均有合照為證 支聯會副主席兼董事何俊仁 是華人民主書院創會董事 以及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主席 大公報曾經在2018年踢爆 華人民主書院收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以及國際民主研究院的資金 以及台灣官方組織 台灣民主基金會的撥款 分為支聯會副主席的何俊仁 與這些外國組織關係是怎樣呢? 支聯會副主席周恆彤 被指一早已獲外部勢力 栽培為在港代理人 他在2012至2018年 出任與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關係密切的國際特赦組織 香港分會的執委及公司董事 2016年 他有與前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 到印度出席青年領袖研集營 並與莊獨頭目達賴拉謀會面 已經與外國勢力有如此千絲萬縷的關係 而這些是否僅僅是大眾所知的冰山一角? 這個組織究竟只是外國代理人 或更加直接勾結外國勢力 違反國安法 執法機關一定要繼續調查 為香港清除毒瘤 香港池 香港城市 香港清除毒瘤 香港清除毒瘤